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经的作者 它说上帝买买世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世间人心疏忆念 对世间开始 心疏忆念就很厉害 这样就是在说起犯罪很严重 因为犯罪很严重 这个世界没不起 上帝定心开始冲着 上帝定心冲着的方式就是要人家去山顶做大尊 政府我也有跟你说过人家在当时的世界一定是很高大 甚至会认识它的头壳有问题去山顶做尊 我们在看世界做尊 不过罗外是证明 罗外证明哪儿是对的 因为只是他的尊来 他的家庭 入义尊来 他的家庭 隆重挂一有八人 然后就是入义尊来面所有的动物生物都这样保存下去 这样圣经的作者也在说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人家跟站起来的世界是有密切关系 有很多专家一直在找找看这些大尊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那是说这些大尊要如何去生习这么多的动物生物在那些尊来面 其实这都不是圣经的作者所想要报的我们知道 他在说去我们如果每选择这么多的动物 买这些尊来面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个人我们也有很多人会去问这个问题 因为有法互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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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 这些吃草的动物和这些吃肉的动物 要如何做互相站起来的地方 其实我们在看一个新的经济 这样生地医生亚就有说这个话 他在说在一个新的世界来面 人和互相可以做会 互相和互相可以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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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和互相都没有什么随害 这些现在在说就有證明 这些什么 någonting карwhich 它是在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和互相和互相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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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我也有跟我們說過創世紀第三 前往說到人犯罪 然後他頭一個說出來的是什麼 就是說最大的 刑罰人連土地連帶受刑罰 土地如果是連帶受刑罰 這樣就是說 在這個土地的地球做活性化 這些動物也不可以合好 跟人也不可以合好 這樣這隻是生徑的作者想要提倡 我們知道的 所以哪兒這隻大鑽 主要的重點不是在這隻鑽 這樣我們不用去思考說 這鑽多大隻 有可能在那些動物 還特別是大水繁南的時間 這樣對落後到農中庭 到農中庭的計劃出那隻鑽 這樣增後多久的時間 我們一年久 所以只有這東西那隻不可能 用那隻鑽來突突起來 還是說來準備起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用我們今天來時刻是不可能 但是聖經的作者不是要說這個 聖經的作者只要說一項 聖經的作者會帶來別忘 這項才是 這個大鑽的故事 最重要的一個中心點 聖經人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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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人 聖經人就能升聖下來 聖經人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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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跟第七張沒什麼樣的 第六張是在說去 帶入大順裡面 無論是清潔、沒清潔的 是一堆一堆 不過第七張就不是這樣說 第七張的第20、第30 他說入大順裡面 清潔的七堆、沒清潔的一堆 清潔跟沒清潔是怎樣的分別 這是優待文化 或是說醫生的人的文化 這個文化就是當動物 動物代分類 我一句話說動物分類 有清潔跟沒清潔的東西 這樣有清潔的東西 動物有清潔的可以吃到 也可以拿來騙坐 如果是沒清潔的 不吃完就不可以騙坐 不吃完就不吃完 這其實是跟什麼 一個民族生存的經驗 有密切關係 所以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譬如說他們的感覺 豬是沒清潔 那如果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豬喔 整隻吃完了 只有豬仔、豬仔、豬仔、沒吃 春的都吃 是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的文化 跟他們的文化的經驗不一樣 跟醫生的人的經驗不一樣 他們有在吃牛 他們也用牛獻坐 對我們台灣人早期的社會 我們覺得牛是很可憐 去經做很可憐 所以我們的台灣社會原本 是沒有在吃牛肉 這個是我們可以理解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說 有清潔的動物、沒有清潔的動物 其實它在表達一個很重心的理念是什麼 就是說 這些動物無論看作是什麼種的 通常要把它取決意準定 保存這個生命可以延續流下來 從世紀的俗家在說一個 另外一個重心的概念就是什麼 他在說到雖然上帝很受氣很受氣 但是不規格這個世界是 上帝心要求是痛受不甘忍耐忍 所以有勞、生命可以延續的機會 我一句話說 我從本身經在說一個人 上帝在真受氣的中間 腰隔氣受到 要如何保存生命 對於延續下去 這是一個很要緊的觀念 我們如果從這裡看到 可以知道這個延續生命的觀念 其實也去在歡迎他這個文化 他這個文化 因風隔氣做路 在聖經的時代 其實到時候 我們剛才到19世紀的美國 一直到今天這個美國 我們在看黑人 黑人在白人的心目中 其實就是路來 在古早的時候 在美國的社會 我們通常有發生很嚴重 這種 白人對黑人的態度是很殘酷 有很多電影在說這個故事 我們如果對這個都可以看出一項 路來 路來在聖經的時代 一直到近代 路來在人的觀念中 就是什麼 就是財產 這個財產主人可以隨便處理 路來常常是做到死了 不得到人命 不得到人命 也不得到痛恕 聖經的作者在說到 醫生的人 因為戰爭失敗 讓巴比倫人抓去做路來時 是 上帝要求有痛恕 讓他們在很辛苦的中間 還可以保存生命 倒回來才會有高雄 這個就是一個中心的想法 所以我們在看 這個大水的故事也是這樣子的 因為大家很快不要聽上帝的語言 上帝有經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就是用哪兒做代表 通過這個家庭 讓土地上民生存的動物 都可以保存 但是保存就是要撐出來 撐出來 一堆一堆 那些是說七堆一堆 把他保存起來 只有一個人要延續死命下去 這是一個很要緊的想法 讓生命可以保存下去 這是基督教信用 就是說主比的上帝 對他創作生命的關聯 這樣這個是創世紀 第七堆到第八堆 就說到一個很要緊的人物 上帝 雖然在真相機的中間 他要求有靈敏、有痛恕 要保存人和站起來的地獎 這些生命的生命 可以延續下去 這個在基督教信用的說到什麼 經算 經算 上帝經算 聽他的為人 來做延續死命的一個開月 這樣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休息一下 再繼續 一會兒 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我們同學生有一個說起 上帝經算 哪兒啊 這個家庭 經算哪兒啊 帶所有 競出來的動物 來延續死命下去 我們也有跟我們說起 創世紀的作家在寫這個故事 有一個很重心的理念 聽上帝為生命保存下去 不想聽上帝為生命的悔悶無期 這是一個重心思想的地方 所以可以生存不是人外交 不是 是因為有聽上帝為這個 這是很要緊 也是基督教信用很重心的地方 如果有幾個地方在對他的人 或是他的學生說 尊探上帝子 尊探上帝子 就是像什麼 說起床在酒盤的上面 如果沒有尊探上帝子 就像人家起床在山頭上面 這樣大水來就倒閉 如果尊探上帝子去走這個房子 就像起床在酒盤上面 尊探上不怕風吹 風吹 水槍 他都可以安然 在說這就是在說到生命保存的問題 然後我們在看這個大水的故事裡面 有一個所需一載出現的四十 在醫生的文法裡面 他在說這個土地是病 一間處 他要一載 這樣就用四季條 所以這個土地的病有四極 四的極頭 四的極頭就像四季條 把它替掉 替掉這個世界這個土地的病 很安穩 人、動物、牆、火草 都可以從這個安穩的土地來升上去 這樣對時發展出來 這些背索 譬如說四十 譬如說四百 這都是什麼 這都是在表明很漂亮 很穩重 或是說很麻糟 或是說很適當 這樣在聖經裡面 有幾哪邊都一載地用四十來表達 這個大水的故事也是四十一載出現 譬如說 他會來寫著什麼 他會寫著說 落後繼續不停 一直不停 一直不停 落多久 落四十枚 四十日 粗粗粗 這樣這個四十日落後 落到粗粗 它其實就是在說什麼 落到動不停 落到這個土地上收不去 連鞋也蓋過 連相關的鞋都蓋過 這樣這個叫做 落四十人 如果大家看這個四十就很有意思 它其實在表達說什麼 落到百 落後 落水落到十百 十百 百到土地都吃不去 這個叫做四十人 如果大家看聖經裡面說四十的很多 譬如說 摩世在艾吉的王宮住了四十年 這樣從他出事 讓艾吉王的十五間 求這個王宮裡面 大概是四十年 四十年 他離開 他去住一個郵 顧郵的人 叫做藥鐵路的房子 去那裡顧郵 不然是在那裡顧郵 所以還在那裡顧郵 他會怕曬 帶藥鐵路的十五間 做藥鐵路的 會怕曬 這樣多久 他在那裡顧郵 那是在顧郵 顧郵的時間四十日 再來他就說什麼 他用四十年的時間 帶他的同胞醫生的人 離開愛吉 在顧郵漂流四十年 這就很醜味 空夜漂流四十年 神佑的聖經也有說到 亞蘇在空夜四十日 很很很遙遠的時間 這四十日遙遠的時間 就遇到很多次 也可以這樣說 亞蘇在團福音的中間 有經過很多很多的試探 這些試探 亞蘇都把他贏過 這個用什麼來表達 用四十來表達 這是基督教信用的說 所以大水的故事 他就說 上地開天湯 天的湯開 水都拼下來 地中出水爪 也拼拼出來 大水就一直熱一直熱 大火一直熱 流四十日 流到什麼 說 淹過最高的山領 這個最高的山領 淹過多少 淹過七公粹 這個故事的重點 就是什麼 就是說 水某在大水 通常淹過 所有的生物通常死去 還有哪兒 跟前來的人 還有前來所有的動物 這樣哪兒跟他的家庭 大小孩通常疲 他跟他的母 三個孩子 三個生物疲 然後呢 就是跟他做生物的動物 都可以保存下來 保存生命 這就是上地的守護 所以大水的故事 我們就特別要再注意一項 他在說 水一直熱一直熱一直熱 一直熱 純復開始 純要復開始 上地自己去關於純的門 這很趣 因為上地自己把那個門關起來 上地把那個門關起來 第二個標示是什麼 上地的保存 上地的保存 上地的保護 讓這者準 不會地球水的氛濫 跟他違約到 這個叫做上地把門關起來 上地把門關起來 這樣說一個很基本的理念 這個理念就是說 時間上地的決定 什麼時候要關門 什麼時候要開門 這都上地的決定 因為是上地的孤修 上地的保護 創世紀的作者就是在說 我們的生命從上地來 我們的生命上地收倒回去 當時要把我們的生命收倒回去 這是上地的決定 然後我們看到大水都拿去的時候 如果把門關起來 前一個門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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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是蚵仔 一隻蚵仔放出去 然後就不倒回來 那為什麼不倒回來 有可能死去 也有可能 背到疼去 咳下去 後來 他就又再放婚照出去 放多少遍 放三遍 放到六月 一隻第三隻的婚照 不然是出去了 又加一個蚵仔照照回來 那個蚵仔照照是不心意的 這樣就是說 新的生命 又再出現 所以蚵仔可以出去了 到底他可以定心站起來 這樣我們就去看到一項 很要緊 他說 他就知道時間夠 上地開 他打開 前一個門就帶 前來的動物 這樣照幾季都出來 這個照幾季出來 就是在說什麼 叫上地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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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敵術 所以一個新的世界 剛才請出創作的開始 每一項都照幾季來 每一項都照幾季 就是生命最準的一個約束 跟基本條件 他說如果照上地的規定 這些動物都照上地的規定 這樣一對一對 對季帶出來 生命就這樣保存下來 出大季 頭一個工作 就是憲罪給上地 憲罪在表明感恩 也在表明 心來準上地最大 這個憲罪 如果用今天的月來說 敬拜上地 所以一個人的敬拜上地 就表示說 他的心來準上地最大 這個生命 修飾生命的主 就是我們生命最大的 要給他準 敬拜的心 和感謝的態度 這個就是 哪兒子大水的故事 真謝謝你 半時間來收看這個節目 平安 今天 我女人 整個電視 兩隻 這次 一個 超級 比 達 究竟